今天有一個超酷的機會就是我們在我們的IG上面有一個廠商 今天有一個還蠻特別的機會就是我們有一個瑞典品牌 瑞士瑞典 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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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我是瑞典 今天有一個還蠻特別的機會因為我們 嗨,我是瑞典 今天有一個還蠻特別的機會因為有一個廠商 嗨,我是瑞典 今天有一個還蠻特別的機會因為有一個瑞典品牌 不知道為什麼 嗨,我是瑞典 今天有一個還蠻特別的機會 因為有一個瑞典品牌接洽到我 就是他說他們有很酷的包包 就是他們有一些很特別的包包 想要讓我來開箱跟大家分享分享 那我就當然答應啦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來開箱一個瑞典品牌 叫做 Gaston Lugas 不 Gaston Lugas 這個神奇的瑞典品牌 那我們就直接來開箱這個神奇的背包 後背包 Gaston Lugas Gaston Lugas Gaston Lugas 這個神奇的瑞典品牌 那我們就直接來開箱這個後背包 因為我要的是一個後背包 我們就來看看這個後背包到底 好不好用咧 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有一個還蠻特別的機會 因為有一個瑞典品牌跟我 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有一個還蠻特別的機會 因為有一個瑞典品牌 然後找到我 說他們有一些很特別的包包 想要讓我來開箱 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當然就答應啦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來開箱這個 Gaston Lugas 這個神奇的瑞典品牌的後背包 那我們就直接來快速開箱吧 然後來開箱的兒子 你看一下 如果要做的 小 Neil OK 所以這個紙盒設計還蠻酷炫的 它是一次性這樣拉開的 哇賽 OK 開箱到這裡 目前開箱到這裡 OK 開箱到這裡 目前我覺得 開箱到這裡 我覺得他們應該是還蠻 目前開箱到這裡 我覺得他們是一個 應該是還蠻注重環保的一個公司 因為你看這個包裝袋 它也說是用寶特瓶回收製造的一個 它是用寶特瓶回收製造的鋸紫纖維製成 那剛剛外面那個紙盒 它也有FSC的認證 就是一個 永續 目前開箱 FSC 目前開箱到這裡 我覺得這個公司是還蠻注重環保的 因為它所有目前開的東西 目前開箱到這裡 我覺得這個公司還蠻注重環保的 就是你看它這個神奇的包裝 它也是用一個 目前開箱到這裡 我覺得這個公司是還蠻注重環保的 你看現在這個內包裝 它是用寶特瓶回收的鋸紫纖維製成 然後它重點是 reuse reuse 可以重複使用 這個是一個束口袋 超讚的 它不是一次性的包裝 那剛剛外面的紙盒 它也是FSC的 那種永續森林做的紙 所以你也可以回收 你當然也可以重複使用 就還蠻注重環保 還蠻棒的公司